其实我不会策案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提出这个法案 最重要的目的 我是希望能够大法官 这个宪法法庭的制度 能够更加的健全 对不对 我们大法官当时 就是宪法规定 大法官有15个人 基本上是要求 是要满额运作 我们不是说 是可以缺额运作 而且缺额变得 只有少数的七八个人 就可以去运作 这个宪法法庭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也不对的 那在其他国家 对于宪法法庭的运作 都有规定最低的 大法官出席门槛 还有最低做成 宪法判决的门槛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的 宪法诉讼法 就是少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们没有很清楚的规定 至少要有多少人 来参与大法官的审理 有多少人可以做成 大法官的判决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补漏洞 就是因为看到了法律 已经出现这样的漏洞 那我们当然要修法 把这样的一个漏洞 可以填补起来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我们其实做的事情 就是司法改革 对 而这个司法改革 是一个很高层次的 一个司法改革 那么他并不是只是在讲的说 法官过劳死 这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常常讲说 一个宪法法庭 大法官所做的事先案 它是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根本 对 人民的这个基本权力的保障 所以对于这个最高的这个司法机关 我们进行宪法改革 而司法改革 这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那么现在反而是 打着司改民意的这些团体 不管司改基金会 或者什么律师团体 他们走上街头 抗议这样的一个 很重要的司法改革 我认为 他们其实是没有想清楚 他们不是没有想清楚 就是被政治利用 或者是说 根本就是附庸政治 我相同于委员的说法 因为说实在的 相对的门槛 我刚才还蛮惊讶 就是世界各国 都有绝对门槛这件事 之前去查资料的时候 想说只有一些 比较被我们列决的国家 可是如果说 赵委员的这个 对法学的研究来看的话 相对门槛这种事情 竟然可以在台湾存在这么久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 可笑的事情 而且是相对少数门槛 所以这很好笑 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玩的话 就像之前如果出现了 极端的案例 三个法官也是一样可以判 对 这个就是跟卓东泰所说的 完全相反 因为他讲的是 人民将来可以在公司方面 都没有办法得到 宪法上应有的保障机制 可是如果当你没有一个 绝对门槛的存在的时候 人民在宪法上 不仅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机制 是得到了一个人 得到一个不公平的结果 得到一个脱离现实的结果 怎么办呢 一个人的意志决定 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 一个生活休息与共吗 而且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我提出最大的质疑就是 你那个宪法 违宪判决的理由 说明书老实讲 那个根本是已经成为 法律的一个注解 结果他完全没办法得到 执行的时候 那请问你的宪法法庭 还有救吗 所以今天是谁在救宪法法庭 其实讲白是委员在 救宪法法庭吧 你们那些上街的傻鸟 跟上街那些 这些绿友有律师 律师啊 绿色的绿啊 你们在坏宪法法庭吧 你们自己傻 不要托全台湾人民去傻嘛 对不对 我讲很实在嘛 不然大家来对质 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要 越打越花 因为如果就宪法例子来讲 我就说我们这句话上去 站在上面跟他辩论 他们全死 他们来宪法一千个律师 也没有用 为什么 那我就问 那请问宪法 违宪判决现在这一条 到底有没有得到充分执行 如果没有 那请问为什么 这个违宪判决可以做出来 所以是违宪判决对 还是是立法院错 那如果是立法院错 那你现在赶快冲进立法院 我同意你再行使一次太阳花 对不对 你这次叫法律花 好不好 叫绿玫瑰 随便你爱怎么取 你就冲进去啊 还是你叫长春藤也可以 随便你 你冲进去啊 然后直接霸占所有委员会 停止违宪 委员下台 对不对 我都帮你想好口号了 我觉得这个就OK嘛 所以一个无法执行的 宪法判决 本身就在伤害 大法官的机制 所以现在把这个漏洞 补起来之后 大法官的机制 才免于失血 否则国家 人家说法律是国家的真操 宪法是真操待中的真操待 那这个叫什么 那就不是真操待 没错 我是认为说 其实大法官 宪法法庭的公信力很重要 对 如果说今天我们就放任 任由三位大法官 就可以宣判死刑事违宪 三位大法官就可以否决掉 我们人民的视线的权利 请问各位可以接受吗 不能接受吗 对 所以大法官 他的整个的运作 宪法法庭的运作 他必须是要在一个多数决 而且可能甚至还要 特别多数决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做出来的宪法裁判 才能够服众 至少才能够服众 那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人会讲 就是说 欧委员你现在提的这个 这个大法官的同意门槛提高 出席人数的门槛提高 似乎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现在的大法官本身的 这个人选的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有八位 是蔡英文当时提名的八位大法官 那即将我们马上立法院要审查的 有七位大法官是赖清德提名的 那万一这些人全部都通过了 看起来也都还是一片 绿油油的大法官 能够解决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问题吗 会不会做出来的宪法判决 都还是一个绿油油的 一个宪法判决 可是我认为就是说 从制度面上面来讲 无论如何还是要让他能够 这个透过多数决的方式 去形成一个宪法判决 这是对的 那我们还是 就是就我啦 我个人还是对于这十五位大法官里面 会有一些这个期待啦 我期待的就是还是会有少数 至少三四位 四五位大法官是比较有良知的 虽然也许他们可能被 这个蔡英文被赖清德提名 大家可能会认为 那就是民进党派系的 但是我相信这十五位大法官里面 还是会有部分的人 是能够维持过去法律人 或是维持法律人一贯的风骨 依照自己的专业良知来做审判 所以这个多数决还是有它的好处 避免就是说你少数的大法官 他真的很容易就是偏颇 就是少数的专断 没有错 所以这个他们就是因为在 宪法诉讼法或者在宪法的主战场上 讨不到便宜嘛 所以现在开始改用恐吓威胁的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罢免 我们可以看到呢 真的开始又搞罢免 而且很好玩 他们又去罢免黄红卫 罗廷伟 还有李燕秀委员 我心里想这跟他们的主诉求 宪法诉讼法是有什么关系 而且为什么是这三个人 怎么挑的 我在想可能陆续增加当中 其实他们有搞一个那个 就是罢免网站 然后你去看那个罢免网站 很好玩 还有全国 北部 中部 东部 原本有南部 南部不见 为什么 因为南部没有绿维 左水溪以南 云林只有一席 丁学忠 是国民党的 再来都是绿的 全绿的 因为不分区不能罢免 所以不能列 他们现在哼得牙痒痒的 说为什么不分区不能罢免 那我建议他们 要不然也提个修法好了 以后来罢免不分区 好可以啊 其实我同意 我觉得不分区也是可以罢免的 没有说党义就最大嘛 对不对 党义也是要受民意监督 不过我是这么建议 如果他们真的要这样改的话 那就赶快开放 把单一选区改成复数选区 如果不要改成复数选区 请把大选区改小选区 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说真的 那个当时林毅雄 这个一投热 其实也不投热就算计 一啪下去 哪有这么多人口 只有一洗 然后你还没有两院 你又只有一院 一院制又搞混合制 其实当然这一般老百姓不懂 但我相信我每一句话 应该委员都听在心里面 都很有感受 虽然委员读法律 我读历史 但我从历史来看 我是觉得荒谬自己 确实 就是这种 这种共和还可以要吗 我都快疯了 其实看到我们制度 我是心里是满目苍蝇的四个自身 才只能这样形容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石峰 决筹 同学 兄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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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铃 有数人西宗 翻译 毕业 看到 可以 thu 合